日前 中共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最新版初中三年級教材 刪除了摘自史記的名片《陳涉世家》 引起輿論關注 有評論認為 是中共擔心民眾效仿陳盛無廣起義 推翻中共政權 最近多名大陸網民在微博反饋說 大陸最新版的初中語文教科書 刪除了幾代人耳熟能詳的經典文言文《陳涉世家》 這篇課文過去一直被放置在九年級上冊 《陳涉世家》記述的是秦朝末年 兩位農民領袖陳盛無廣發動底層民眾起義 推翻秦王朝暴政的歷史 這篇文章被選入大陸初中教科書 可以追溯到1960年 很多大陸民眾對文中的《狗富貴無相忘》 《煙雀安之鴻湖之志》 《天下苦情久矣》等文句都可以倒背如流 除《陳涉世家》外 網民還發現 杜甫的名作反映官吏趁夜捉人 揭露封建統治者殘暴的石毫力 還有強調社會正義的孟子寧天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也被撤換 大陸宇文課本刪除這些歷史題材課文 被外界認為是中共擔心民眾效仿造反 福建維權人士陸女士說 現在老百姓的生存環境越來越糟糕了 底層民眾想造反 恐怕在萌芽狀態下 就被打壓下去了 我現在是維權了十年 我發現的話 維權的人比以前可能還要少了很多 因為他對於一些敏感站出來的維權人士都是進行非常大的打擊打壓 然後大家看到了都覺得很絕望 江蘇民主人士吳先生表示 現在整個中國社會 僅強拆這一塊就有數千萬冤民 他樂觀地認為 民怨四起之下 中共暴政一定會終結 吳先生表示 一旦老百姓連生存的空間都沒有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成為乘勝吳廣 那時就是暴政終結的時候了 新台人記者雄斌、李韻、王一珍採訪報導